来 我们现在进入换点二的部分 我们的differentiation in this kinematic of linear motion 我们知道x跟v跟t的时候呢 他是那个v等于dx dt ok 然后我的a等于dv dt ok 它也可以是d2x dt出来 就是说它differentiate answer ok 所以我们这边来的时候它是differentiate 就好像我们其实在那个vtgraph那边的时候呢 我在这个vtgraph 我在stgraph的时候 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在这一边它这一个 它有这一个timee 然后time2 然后这边有se 然后有s2 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要找它的gradient的时候呢 它这一个它是timee 然后se 然后这个是time2s2 然后我们就有s2-se over t2-te 所以这个东西是它的gradient嘛 然后也是它的velocity嘛 然后ds s-s其实是different of s啦 t-t就是different of time啊 这样的一种东西啊 同样的 如果我在这一边这个是vt的graph的时候 我们在这一边它有teve和这个t2v2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a是那个v2-ve ok v2-ve over t2-te 所以它的这一个也就是它gradient嘛 所以我的a是dvdv 这样的一种东西 ok 所以v是v是那一个呃 dsdt嘛 所以它就会变成dosdt2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样来的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说a particle move along a straight line 然后它的s是这一个 然后它的v还有它的a 所以我的s等于3加2t-t2 so我的v会是等于dsdt 就2-2t 然后我的a会是等于dvdt 然后它就-2 就是这样而已啊 ok 2-2t 然后还有-2 scatch的function of s v跟t 然后在0跟3之间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个我的s等于-t square加2t加3 然后我的那个什么啊 t等于-b per 2a -b per 2a -2 per 2乘-e 然后它会变成了e t等于e的时候是它的那个maximum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在这一边转哦 ok 就是说我的那个s 我刚刚的这个s 等于-t square加2t加3 so我t等于0的时候 我的s等于0-0 square加2乘0加3 然后它拿到是3 然后t等于1的时候- 然后s等于-e square加2乘1加3 5-1 4 ok 然后我的t等于那个3的时候 s等于那个-3 square加2乘3加3 6加3 9 它用0哦 所以它这个是这样 然后我的这个 这个 呃 什么 那一个 呃 b是2-27 2-27 2-27的话呢 这个v等于2-27的话 它v等于2-27 so 所以我们知道它是这样的 这边是2 t等于0的时候v等于2 然后这个2-2t等于0的时候 我的2-2t等于0的时候 然后我的这个2等于2t t等于1 所以t等于1 所以t等于1 是在这个 向下的 然后a等于-2是这一个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t等于0的时候 它是在 那个 呃 3 然后它去到4 再掉头回 ok 所以它的despacement t等于0的时候是在3 然后它的velocity是2 它全程的acceleration是-2 然后t等于1的时候呢 它是在它的那个 maximum displacement 4 ok 然后它的velocity是0 ok 它的acceleration 从头到尾的之前 好 然后t等于3呢 之后呢 它回到它的fx.0 然后它despacement是0 它的velocity是2 ok 在这边 t等于 t等于3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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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等于2 减2 乘3 2 减6 减4 ok t等于3的时候 它的velocity是-4 acceleration是-2 Dotal distance travel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在这一边 它从3 去到4 这边它走了1 然后它再回到这一边 是4 1加4 Dotal distance travel是5 就是这样 ok 好 所以你看在这边它是-4 所以它这个应该是velocity是-4 好 接着determine the velocity function ok for using differentiation 所以你就找dsdt了 ok 这个你把它这个乘出来 然后它用dsdt 然后这个b的16-2t 这个16-2t 一眼看就可以了 6t square-8t加2 6t square-8t加2 ok 这个它square它 然后再跟t3跑进去 所以这边2-t square 就是4-4t加t square 然后你再把这个乘进去 然后它就变成4t-4t square 再加t跑3 然后dsdt4-8t加3t square 然后这个9-6t加t square 再乘t跑3 9t跑3加6t跑4加t跑5 3-927-27t square加24t3加5t跑4 好 这一个它这一边它把它乘进去 ok 所以它是2t跑3-9t square-5t 然后它就变成2t 6t square-16t 6t square-18t加-5 然后这个3乘进去 它就变成t跑2 这个2乘进去-6t加5 ok 然后我的那个 这个 a跟 d 其实它还有另一种方法 就是说我们有那一个 什么y等uv 然后我的 dy dx呢 会是等于 那个uv pne加v u pne 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的a的这一边呢 我的dx dt呢 会是等于 那一个t 然后2 然后2-t power1-1 加 那个u u u是 u造型啊 在这边 加u u是2-t sq 1 所以它就会变成了 3-2t -4t 加 2t sq 然后 4-4t 加 tsq 所以它就会变成3tsq -8t 加 4 3tsq -8t 加 不过很麻烦啊 我觉得x3了再来乘会比较容易啊 ok 所以我们 不要 那一个 我知道d跟e 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但是我就不这样做了 好 接着 determine the following function a 然后 所以x的话呢 你就找出它的v先咯 你differentiate一次v等于dx dt 所以它就会变成p2-t 加4 然后a 就在differentiate多一次2t-1 ok 然后b的这边你直接的什么它的v是3tsq 所以减10t 然后它的a就会是6t-10 这样 所以它答案是6t-10 然后 好 接着这一个是differentiate一次8-6tsq 对吧 在differentiate一次-12t 然后这一个呢 呃 你differentiate一次就可以了啦 所以它就直接 它expand好哦 ok d的这一题呢 这个是b 我的d的这一题呢 我的这一个呃 嗯 10t-vdt 等于2 5-3t 1-3 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就会变成-6 65-30 -30 加 6-38t 所以18t-30 这样 对了 好 expand它 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再动了 25-30 30t加9tsq 然后-30 加9t 等于-30 加9 298 加8t 所以它就变成18t-30 就是这样 然后 1的这一个v dadt 6t 这一个它其实是3tsq -t 它会-1 加4 ok 所以你的dvdt a就会变成呢 6t - 加 加 t-2 ok 所以 它就会变成了那个6t加 equal tsq 这一个是6tp-3 -4tp-2 最后的a呢 是6 3 18tsq -- 加 加 48t-3 所以它就会变成呢 18tsq 加 82tp-3 ok 18tsq 加 82tp-3 就是这样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题 a particle move along a straight line pass through a fixed point o 然后它的s是这样 然后 它要找v跟a 所以v就直接differentiate它 2-2t 然后a的话呢 它就变成-2 所以2-2t-2 scatch the route of displacement velocity 和acceleration 在0跟4之间 so我的这一个呢 它的s呢 其实是-t2 加2t 加8 so我的2-2t等于0 2-2t等于0 2-2t等于0 然后2等于2t 然后t等于1 t等于1 t等于1是它的那个maximum so我们知道那个 什么 t等于0的时候 s等于8加2乘0 -0sq 等于8 然后我的t等于1的时候 s等于8加2乘0 1-1 -1的sq 所以就8加2乘0-1 9 然后t等于1 那一个4的时候 s等于8加2乘4-4的sq ok 4 8-886 这个是0 所以它的这个graph呢 会是这样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一边是8 这个是9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是1 然后这边是4 这个是t 然后这一边是 呃 这一边 我不懂要讲label它的y ok 因为它这个可以是s 可以是v 也可以是t 然后刚刚它的那个example 它讲label 哦 so它刚刚的这边它是s orv or a 哇 这样都可以 好 来 这个是a 好 然后过后呢 我的这个2-2t 2-2t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它的那个t等于0的时候 我的v等于2-2乘 那一个的0 所以我拿到是2 所以我接着就直接t等于4的时候 然后v等于2-2乘4 4282-8-6 所以它在这边2跟-6 那就这样 来到这一边 这一个是-6 ok 然后这一边是2 这个是我的v 这个是我的v 然后a等于-2 从头到尾都是-2 这个 a等于-2 ok 好 所以它的这个东西是这样 ok 所以它在这一边 它一开始的时候 ok 就你t等于0的时候 s等于8 a等于 那个v等于2 ok v等于2 然后a等于-2 t等于1的时候 s等于9 是它的maximum 然后它的v呢 会是 我放1进去 2-2乘1 它是0 然后a还是-2 2 然后我的这一个 什么 t等于4的时候 s等于0 然后就是它在origin 然后它回到origin 然后它的v呢 会是等于-6 它的a呢 会是等于-2 这样 ok 所以在这一边 它接下来这些讲解都是这样的 所以它是8米 然后2-2 t等于1的时候 0 9 然后-2 然后t等于4的时候 它的这个velocity是-6 然后它的acceleration 是-2 然后它是fix point o ok acceleration is constant total distance past total distance past ok total distance past 这边有讲到吗 没有 total distance past 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它一开始的时候 t等于0的时候 它是8 然后 t等于0的时候它是8 然后它去到9 然后它再从9回到1 所以在这边1 这边9 所以它total distance travel的话呢 它是total distance 或是等于1加9 10米 所以它答案是10米 这样 ok 好 接着我们要determine 跟interplex velocity from acceleration function ok 然后 我的v 是 这个 它的s 是ft 然后我的v 是dsdt ok 然后 在这边的时候呢 它是particle move along a straight line 然后 我的s 是这个 然后它要找到inertial velocity 所以我的v 是dsdt v dx dt 所以它是3t sq sq 减18t 加24 我的t等于0的时候 我的v等于30sq 减18乘0 加24 然后它会变成24 所以它是24m bar sec ch ok ok 24m bar sec 24m bar sec 24m bar sec 然后 Instance stanners velocity at t 等于3 所以 t 等于3 v 等于33 square -18 乘3 加24 我们在这一边 这个是3alpha xy -18 alpha x 加24 然后我放3进去 我拿到是-3 然后address 就是说我的v等于0的时候 v等于0的时候 我的v是这一个 3t square -18t 加24等于0 全部都是3的倍数除3 t square-6t 加3824等于0 然后在这边开挂弧 等于0 tt248-0 -t等于2 和t等于4的时候 然后move to the left 在move to the left的时候 就是说我的这个velocity 小过0 我的velocity小过0 就是我的3t square-18t 加24 小过0 所以我刚刚的这一边 我找到它的root是2跟4 小过0是在这一边 所以我的d的这个部分呢 它是 那一个 什么2跟4之间 所以我的这个t是在2跟4之间 这样 所以它这个是2跟4之间 2跟4之间 ok好 这样 来 接着我们来看这一边 a particle move along a straight line and pass through a fixed point o 然后它的displacement x是这一个 然后我的v 会是等于dsdt 然后它就会变成4t-3 然后当t-1-4 4乘1-4 so 4乘1-4 -3 -2 然后 呃 这个是4乘2 -3 8-3 5 4乘6 -3 6是24 24-3 21 所以-25跟21 -25 21 然后 它是 velocity 4-1 所以 这一个是 4t-3 等于-1 所以4t等于2 然后t等于1.2 4t-3等于5 然后4t等于8 然后7等于2 4t-3等于9 然后4t等于12 7等于3 所以1.2 2和3 就是这样 ok 好 来 接着 下一题 a particle move along a straight line 然后它的s 是这一个 然后它要找它的velocity 所以我的那一个 v 是ds dt 所以它就会变成6t square-10t加4 ok 这个我得分析它 然后t等于12的时候 所以它t等于2的时候 然后我的那一个 a b 我的v等于6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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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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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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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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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t 3t212 ok 所以t给你 мама 然后t给你哥哥 等于0 ok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这一个是 嗡 t跟 consistently 大过的时候的在这边 t带过1 还有t带过 consistently 所以我最后的答案呢是T是在1跟0之间 还有我的T大过2和3 ok 因为我知道呢 我的T是大过0了 ok 所以我在这边0跟 哎 哎 二和三 二和三是在这边 然后E是在这边 所以我这一边 我这一个写错了 感尴尬 好 来 所以这一个是2和3 所以它是2和3 然后EE ok so 我们一定要知道啊 就是说它的time是在 呃 永远positive的 ok 好 Determine and interpreting the acceleration of a particle from a velocity function and a displacement function so A等于db dt 也等于d2s dt2 ok so 在这一边 它的s是这一个 它要找它的a so 我的s等于t3-3t2-4t so 我的v会是等于ds dt 所以我的v等于3t2-6t-4 然后我的a会是等于db dt 然后它就会变成a等于6t-6 ok 好 所以我在这一边t等于0的时候 a等于多少 等下啊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t等于0的时候 a等于6乘0-6 meter per second square 然后t等于5的时候 b的部分 t等于5的时候 a等于6乘5-6 30-6 24meter per second square ok 然后acceleration 经过这个o again 经过o again的时候 就是s等于0的时候 就是这个东西等于0 我这个是 什么 t power 3 所以t power 3-3t square-4t等于0 然后我把t抽出来 t power 2-3t-2 所以我的这一个 我里面开buff ok 所以我就有t t144-4加1 所以t等于0 然后t等于-1 然后t等于4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个rejected ok 因为t不是negative t等于4的时候 所以就是说 t等于4的时候 c 然后t等于4 a等于6乘4-6 就是24-6 18meter per second square 所以他答案是18meter per second square 然后the range 然后the when the acceleration of particle 是positive a大过0 所以他在这一边 他就6t-6大过0 6t-6大过0 6t大过6 所以t大过1 ok 所以他答案是t大过1 就是这样 好 来 接着我们 再来这一边 他是 v 是8t-t square 然后他要找他acceleration so我的v等于8t-t square 然后我的a等于dvdt t 然后他变成8-2t 然后他变成8-2t 然后我的这个a的时候t等于0的时候a等于8-2乘0等于8meter per second square 然后acceleration when the particle stopped for second time so我的v的这个部分就是v等于0的时候 那stop的时候就是v等于0 所以我的8t-t square等于0 我把t抽出来8-t等于0 所以t等于0 t等于8 所以t等于8 所以t等于8 8的时候呢我的a会是等于8-2乘8 然后才变成-8meter per second square 所以他答案是-8meter per second square 然后velocity is uniform velocity is uniform 然后我们都是a等于0 ok so我的什么a等于0 所以a等于08-2t等于0 8等于2t t等于4 就是这样 所以他答案是4 ok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一题 他的a是这样 然后他的v是这个v等于t square-2t-8 所以我的a等于dvd key 所以我的a等于2t-2 然后acceleration is 0 so我的这个a 就a等于0 2t-2等于0 2t等于2 so t等于1的时候 the range of value aspirium deceleration dessereration dessereration的话呢 就是a小过0 所以我的2t-2小过0 2t小过2t小过1 所以是t小过1 然后t.1 ok 好 好来我们现在进入formative exercise 8.2 the diagram on the right show a particle function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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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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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的s等于0的时候 s等于0的时候 我的t等于3 maximum displacement maximum displacement 啊 minimum displacement 这一边 减4 ok 然后the total distance travel in the given time period 所以我们知道呢 他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一开始就是在减3 然后他去到减4 然后过后呢 他又来到这个4的时候 他是5 来到5 这样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他是1 然后这一边是4 这边是5 所以他total distance travel是1加4加5 等于10 the range of time move to the right move to the right的话呢 就是v大过0的时候 so v大过0的时候 是在这一边开始 就是说我的t大过1 就是说我的t大过1 所以我们的答案是-2 然后3second 减4米 哦减4米 所以他是4m to the left ok downsuit me t大过1 对 好 接着下一题 the diagram on the right show a displacement time 然后s等于ht2加k 然后pqr s4 0 1 2 3 43 还有 这一个60 他要你找出他的那个h跟k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有01 然后 它的curvepq啊 所以我在这一边他有01 01的话呢 我这边s等于ht2加k so01 t等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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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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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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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着呢 我们还有23 所以3等于h2²加1 所以2等于4h h等于1.2 ok 所以我的h等于1.2 k等于1 so 他在这一边的时候 t等于1的时候 它的velocity是等于多少 so 我的这个s呢 会是等于h 1.2 t²加1 so 我的v会是等于ds dt 所以它会变成了那个乘上来t 这样而已 所以我在这一边v等于t 我的那个0跟2之间 ok 0跟2之间 2 2 4 4 5 2加1 ok好 来 所以它t等于1的时候 so 我的t等于1的时候v等于1 t等于3的时候 然后v等于3 t等于3的时候v等于3 v等于3 然后v1 然后第三个的时候呢t等于5的时候 这一边t等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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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等于5的时候 我的那一个v等于5 我的那一个v等于5 v等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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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locity ok 我的这个是tgraph来的 所以我的2的部分呢 我们知道v是它的那个gradient so 它这个是一条直线 所以它的t等于 在我的这个什么 t在r跟4之间 ok 它的那个 v是等于0 ok 没有包括r 那都是平的 所以它的那个velocity 是0 就是gradient咯在这一边它的那个gradient咯我们的这个gradient是什么 43跟23 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的43跟23 43和23 所以它v等于3-3除 4-2 0和2 0 ok 然后它在这一边的时候这一个是 60 0 所以第3个的部分的时候它gradient呢是 0-3除6-4 然后我就会变成了 减3-2 0-1.5 meter per second 是它v so我这个是ftgraph 我找它gradient so我们在那个 modelmax那边 风波的那个MM的那个 graph of motion 里面我们有学到这个跟这个是有连关性的 OK 所以我的下面的这个部分的时候这个 什么 0跟减1.5其实是用那个MM的方法来做的 OK 好 接着 a particle move along a straight line s 是这个东西 然后它要你找v跟t 所以我的s呢会是等于t power 3-5t square 减8t 加12 然后我的dstt呢 它会变成 3t square 减10t 减8 然后d2stt square的时候呢 这个是velocity来的 然后acceleration来的 它就变成6t减10 OK 所以我们这边3t square减10t减8 然后6t减10 然后determine的velocity 和acceleration 当t等于3 所以你t等于3的时候v等于多少 t等于3的时候 v等于33 square 减10乘3 然后减8 OK 339 3927 27减30 减3 减11 m per second 然后我的a呢是6乘3 减10 6乘18 18 18减10 它就8了 8m per second 这样 所以它答案是8m per second 然后 这个 c的部分呢 呃 address 就velocity等于0 所以我就有3t square减10 t减8 等于0 OK 这个是velocity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是 等于0 t 3t 428 减12加4 加2 所以t等于4 t等于-2 3 这个rejected 所以我的答案是t等于4 所以它答案是t等于4 好 d的部分 然后 s等于0 就是说这个s等于0 所以就是说在这一边 这一个东西等于0 啊 啊 i等于0 这个怎样做 s等于0 这个 这个 你们都没有学过cubic的 啊 哈哈哈哈 啊 那我教你们找 就 呃 他的 这一个s等于0 所以那一早是怎样的 mode 然后第5 equation 然后下去 然后cubic equation 然后这一边是1 等于-5 等于-8 等于12 等于0 所以它是6 然后还有 然后 还有 这个-2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呢 他的这一个 t power3-5 t square-8 t加12 等于0 然后我们在这边我就开三个挂谱 等于0 然后t等于6 t-6 t等于1 然后t-1 t等于-2 t加2 这一行他也没有讲解他怎样来吗 这样我们这一行我也没有讲解怎样来啊 ok 然后这一个是rejected ok 然后当然我们还有另一种方法啊 另一种方法是我用这一个equation 我用table mode 然后第6个table 然后他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有这一个 alpha x power3 然后-5 x power2 然后-8 x x 加12 所以我拿到答案是 start from 0 and add 18 step size1 所以你可以看 所以他1的时候 他是0 然后还有他在 这个6的时候 他是0 ok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 我的t等于1跟t等于6的时候 用这样的方法 用这样的方法 你又跟我讲了说我用的计算机是570ms 570ms的话呢 我们这边mode mode mode equation 然后 然后过来 degree3 ok 所以你的a是1 b是-5 c是-8 b是12 6 1 和-2 看 你也可以拿得到了 好 来 所以这个其实是 0 6的了 Total descent travel first 6 seconds oh first 6 seconds的时候 他 在 那一个 first 6 seconds的话呢 我们在这边的时候 我们知道 他在 那个0的时候 ok他是12 so t等于0的时候 s等于12 然后他转向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转向啊 就是我的v等于0的时候 他是 v等于0的时候 3t square-10 t-8 4的时候他转向 所以t等于4的时候 他转向 t等于4的时候 呃 他 就 -36 s等于 -36 -36 然后我的t等于 他要的是t等于6啊 t等于6的时候 我的s s 去到的是0 ok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 他在这一边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他是在12 然后他去到-36 然后再从这一边来到这一边 所以他走过的距离是 12 36 36 36 所以他total distance travel 是12加36加36 ok 7284 所以84米 就是这样 ok 好 所以我们这一边 在一个8.2的部分就 讲完了 看下了 我们下午后 我们下午前 就